搜狐体育消息 北京时间8月7日 在上一轮中超联赛成都龙城对阵青岛海牛的比赛中 比赛最后时刻的判罚再次引发争议 赛后据网友爆料 成都龙城俱乐部的全体球员和随队远征青岛的球迷 在一张VAR Respect的大幅标语上签字 以此表达对本轮中超艾克森的绝评进球 被吹得强烈不满和抗议 本场比赛补食第三分钟 艾克森在禁区乱战中竞射破门 经过VAR回看 此前帕拉西奥斯手球赛先进球无效 争议判罚引发了成都龙城球员和球迷的不满 赛后成都对全体球员与教练组与裁判现场进行了争论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上一轮联赛中成都龙城也遭遇了疑似点球被取消的吹罚 连续两轮遭遇争议判罚 确实很难让人不生气 赛后成都红色刀锋球迷会更新社交媒体写道 中国足鞋活该你们蹲大牢 随后成都红色刀锋球迷会再次梳理了此次争议判罚的焦点问题 红色刀锋球迷会在社交媒体写道 仔细看了绝评回放 客观梳理下几点事实经过 一 进球后主裁手臂指向中圈 说明主裁判当时认为进球有效 二 随后边才上举棋 说明认定的是越位犯规 因为如果认定是手球的话 边才应该摇棋而不是上举棋 三 最后瓦尔介入后 判定手球犯规 进球无效 在梳理实际经过后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一 在肉眼可见无越位的情况下 为何边才第一时间坚定不宜上举其事一越位 再者 即便是疑似越位 是不是应该等芳尔介入后再判罚 边才没有问题 二 姑且不论手球或越位与否 在如此重大争议 且主裁已经适宜进球有效的情况下 主裁为何不去看芳尔 而是直接判定进球无效 主裁判没有问题 三 国际足联早在2021年 就修改过手球犯规的认定 即 队员意外手球 之后 其同队队员立即进球得分 或立即获得进球得分机会 不再被视为犯规 而作为世界杯执法的芳尔裁判马宁 为何还要示意手球犯规 芳尔裁判没有问题 边才 主裁 芳尔裁判同时犯错 这TMD是巧合 公平 公平 还是TMD公平